今天是2019年12月22日 各位好 我们闲话手续书决上文 这一期来讲南征北战 就在这个北方方言 从华北大温云出发 大局北上 把这个北上包括东北西北 南下 南下包括西南中南的同时 南方的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 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域 就这么一点点的地盘 也不容易守住 在西晋末年以前 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五语区 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 更是五语的重镇 可是后来呢 南京也好 镇江也好 当途也好 都变成北方官化区 因为王室南移 天安江祖 别看这些北方的士族和流民 是避难而来 来到南方 依然是倒驴 不倒架 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 还要看不起南方人 士族之间也必说洛阳话 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 必须要说法语一样 谁不说 谁没有面子 东晋的宰相 王导 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啊 常常说一点五语 就被北方的士族嘲笑 说王导的本事啊 也就是会学鸟叫而已 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 但一来呢 民告官总是告不赢 二来北方人太多 建康 当时的南京啊 城里不用说 京口啊 就是镇江和这个孤熟 就是当土 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桥乡 分别叫南徐州和南御州 这个御就是河南的那个御 那你想 这南京变成了洛阳 镇江和当土变成了山东和河南 那江南 那江南还是江南吗 所以 现在的宁 镇 方言 和 苏州 吴西 长州的吴宇 啊 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 吴宇啊 也不是没有反公道算过 比如 他曾经这个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 启宇 启宇 海门 静江 如东 五个县 但那是后话 也是特例 通 通利是什么呢 通利是南方人也好 南方话也好 都往更南方跑 吴宇也一样 先是从吴国的苏州 吴西 和越国的绍兴 朱济 这两个中心 往苏南 折北 扩张 后来啊 又跑到 折西 浙南 最后干脆跑到了福建 成为 民宇的渊源 之一 吴宇一跑 到福建 就安全了 不像在这个江南 那个时候啊 老是被人 同化 骚扰 所以 吴宇的原始特征 不保留在吴宇 吴宇 反倒 保留在 民宇当中 民宇 也好玩 他 也往南跑 不过是 跳跃式的 比如 闽南化 先是 流窗到 潮汕地区 然后 沿 越 东 海岸 往前 跳 跨海 跳到 台湾 走陆地的 一路 跳过 广东 一跳 便跳到了 海南岛 如今 海南岛的 一大片地方 说的居然是 闽南化 而这两个 民宇方言区 之间 竟然隔着 一大片 粤语区 和一片 客家方言区 客家 也跑了几次 客家方言 在两宋之际 定行以后 又从 干南 闽西出发 往别处走 弄得南方 一百多个县 都有客家人 也都有客家方言 无处分界之处 被这个干 就是江西的 那个干 一刀插进 湘羽 则被挤到了 一个小角落里 面对北方官话的 咄咄逼人之事 南方本来啊 就招架不住 哪惊得起 这样的折腾 结果弄得跟 翻阵歌剧一样 就连北方官话 都随着移民南下 各自走失 有的 有的融入 有的呢 变成了客家和干 这就是南北之别 北方方言是扩散 南方方言则是流窜 扩散的结果是 相互的融合 流窜的结果是 各自为正 所以 就外来语 与原住民 土语的关系而言 北方有点像水和面 南方则有点像水和油 水和面弄到一起啊 开始也是一塌糊涂 但揉着揉着 也就不分彼此 水和油 对起来 你就是再搅和 那油珠子啊 还是在水上飘着 难怪这个南方有那么多 孤苦伶仃的方言群岛 比如 南宁市区 讲粤语 郊区 却讲平话 平话就是宋朝时啊 平南军讲的山东话 苏南的这个绿水线也很有趣 无语和官话分界线 就从这个线穿过 结果啊 绿水人啊 就喜欢听两种戏 一种是无语系统的西句 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系 对乐句则不感兴趣 海南岛 这个极南端的崖县 更是好玩 一个小小的崖城镇 居然讲三种话 敏南话系统的海南话 粤语系统的脉话 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 福建境内则有 蒲城县北的这个吴方言 南平市镇的土官话 和常乐秦江的旗下话 五平中山的军家话 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这个南方话是水和油 还只是这个横向来看 纵向来看则像是鸡尾酒 一层一层层分泌 而层层之中呢 又有融合 比如这个闽南话语中啊 不少字都有三种读语 一种是秦汉语 一种是南朝语 一种是唐颂语 这三种读语啊 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 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中 结果 石头的石头 这个石 不等于这个燕台 这个石燕的石 它们也都不等同于石破天津的石 草席的席 不等同于燕席的席 也不等同于席卷全球的席 符咒画也是 高悬的悬 不等于悬崖 悬落的悬 也不等同于悬空的悬 这就有点像这个日本语 一个当用汉字啊 好几种读语 谁能够记得清楚呢 难怪北方人一听到民语就头疼 觉得与其学民语啊 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 北方画就像饺子管 虽然也有多种成分 可是全混在一起 分不出来 南方画呢 则像千层碧 一层一层清清楚楚 北方融合 南方几垫 当然 北语也有层次 南语也有融合 层次是这个历史分析的结果 融成一体 则是直接的现实 北方画也不是不搞串联 他的满世界乱跑 甚至还有跑丢了 香港电影刚进大陆的那几年啊 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 大家就觉得新鲜 跟着学 其实这是北京画 元代就有 元曲《酷寒亭》里就说 我老公不在家 我和你永远做夫妻 可不受用 竹听琴里也说 我教你弹琴 正要清心养性 你倒叫你这个 因老公不称 然而 现在 却把 他这个老公这一次啊 当作香港化学 这可是真正的出口 转内与萧 方言 也就是这样 趋炎复事 又朝勤暮处 过去 他是这个北方的 现在呢 又变成南方 过去是人家的 现在又变成咱们 因此啊 我们还是要和他算一算老账 揭一揭他的底 看看他是怎么变成现在 这副样子 是怎么样 朝勤而暮处 好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方言的朝勤暮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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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